欢迎来到21互联眼城教育网 在这节课中呢 我将向大家介绍一个 关于图片色彩的调整方法 就是把一幅图片呢 处理成这种 非常有时尚感的 很多杂志呢 还暴动应用的这种效果 那么这种色彩调整方法呢 主要是通过 图窗混合模式的改变呢 来实现的 那么在这节课中呢 希望大家重点牢记一下 图窗混合模式来怎样改变图片的色彩 下面呢 我们就带领大家来自作这个 图片的色彩调整方法 首先我们 把背景层呢 复制两层 然后呢 我们把背景副本2这一层呢 前面的这个小眼睛呢 点掉 然后让它直接显示的是 背景副本这一层 然后我们把背景副本2呢 就隐藏起来了 下面我们点中 背景副本这一层 在背景副本这一层呢 我们执行一个色彩的命令 就是反向 选择图像 调整菜单下面的反向 这个命令 执行完反向这个病令呢 大家可能感觉到这个效果呢 有点夸张 但是不要紧 我们更改它的图窗混合模式 更改为 更改为颜色 下面呢 我们回到背景副本2这一层 然后呢 把前面的眼睛呢 点中 让它显示出来 在这一层呢 我们也更改一下它的图窗混合模式 更改为 更改为 强光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效果基本出来了 但是感觉呢 整体偏灰一些 那么下面我们 把背景副本2这一层呢 再副字 然后我们更改 背景副本3这一层的图窗混合模式 更改为 柔光 然后呢 稍微调节它的不透明度 那么在这节课中呢 我们通过更改它的图窗混合模式呢 就实现了这个非常酷的 这种非常时尚的这种图片效果